没有人在南加利福尼 你现在是南加利福尼 也并没有停止创作 他依然用明亮的色彩 快乐的内容 通过网络给予这个世界信心 我相信有很多人就和我一样 被这个永远都充满了爱与信心的霍克尼给拟住了 今天我就想带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霍克尼的多才人生美学 大卫霍克尼1937年出生在英国 他不仅是一位高产的画家 还是一位版画家 舞台设计师和颇具创意的摄影师 甚至你还可以说他设计到了室内装修和家居设计 他从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开始活跃 今年83岁的霍克尼依然精神绝硕 在1961年 当他还是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时 霍克尼的作品就得过金奖 60年代的他就完成了例如大水花和美国收藏家这样极为重要的作品 现在大水花已经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就像霍克尼的个人美学商标一样被人们所记住 这幅画中有大面积的蓝色 平面的空间设计 远景处有一张导演椅 挺拔的棕榈树 描画出洛杉矶一个叫人羡慕的阳光舞后 整个绘画的平面画手法 在事物细节做减法的处理 贯穿了霍克尼的美学 大水花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记录了一个人跳入泳池后水花四溅的样子 但是这个画面中既没有人物也没有事件 只是夸张和定格了水花溅起时的那匆匆一撇 霍克尼就把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双眼很难捕捉到的一瞬间 从自然生活中截取了下来 并在画布中做出了具有永恒气质的处理 可以说游泳池作为一个描述主题 反复地出现在了霍克尼的绘画和摄影等一大批作品中 霍克尼曾经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出自己对于游泳池的迷恋 他说在英国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游泳池 那是一件非常奢华的事情 因为大概一年中只能用到一到两次 但是我到达洛杉矶之后 发现它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上许多倍 因为这里好像拥有一个自己的泳池 简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于是泳池带着一种快乐愉悦 而且有点性感的意味 成为了霍克尼的一个永恒意象 他画泳池 记录池水在太阳光下浮动的波纹 他画泳池里的人 人体在水中奇异的变形 他还给泳池拍照 研究水底的色彩变换 1987年好莱坞的罗斯福酒店 也专门邀请了霍克尼 在自家的酒店泳池底部画了大画 于是霍克尼简直就成为了一个泳池代言人 围绕着这个主题与色调 他形成了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生活美学 霍克尼出名很早 所以在英国和美国的加州有多处房产 其中位于洛杉矶的住所就成为了他的精神乐园 在那里霍克尼住了30多年 曾有美国著名的建筑杂志登门拜访过霍克尼的这个家 果然不出所料 霍克尼的房子简直就是一个充满了艺术设计的大型作品 它结合了马蒂斯的野兽派画风 和波普艺术的明快色调 还有大胆前卫的原始野性 在传统的家居品味面前 霍克尼的家花哨得似乎要原地起飞 霍克尼还十分骄傲地说 来这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它 人们通常不敢使用这样的颜色 这是一个普通的棕色牧场风格的房子 在霍克尼的精心设计下 每个角落都显示出艺术家的独特气质 霍克尼本人有丰富的舞台设计经验 她自己也酷爱歌剧 于是她在家中的布置 也处处流露出舞台剧的张力与效果 就像是在调色板上涂抹各种颜料 霍克尼的房间中的沙发 挂画 花瓶 灯罩 都会根据她的设计 发生色彩和关系的转变 形成一种专属于她自己的生活环境 当然这里还包括了她最爱的游泳池 霍克尼对于泳池的迷恋 就像鱼儿缺不了水 就连她自己画画的工作台 也必须搬到可以看到泳池的大玻璃门的旁边 我非常喜欢霍克尼的第二个原因 是她的艺术总是与时俱进 60年代后 兴起的各种新媒介 都为霍克尼的创作欲和好奇心提供了机会 1980年代 霍克尼在摄影方面的创作 也叫人印象深刻 她调整了传统的摄影创作与展示观念 把多重画面组成了一个多维度多角度的综合视野 形成了她的The Joyners系列摄影 这有点类似于毕加索在立体主义绘画中的探索 在80年代 霍克尼还来到过中国 她在故宫看到了中国的长卷画之后大受启发 霍克尼发现 中国艺术中的散点透视 是一种全新的绘画思维 不同于她所熟悉的 同领了西方艺术500年的线性透视法 于是她用照相术完成了一次散点透视观察生活的摄影尝试 例如一个男人在泳池里的不同动作与角度 一条加州公路的沿途风景 被镜头分割成了不同的方块 还有霍克尼的母亲在约克郡的风景里 延展出不同维度 不同视角下的肖像 再到后来的十年 霍克尼离开了加州 回到了英国老家 她戴上助手搬起画板 回归到了较为传统的风景画的创作里 但即使是这样 霍克尼的风景画也不同一般 可以亲身感受到景观的变化 气息的流动 和超越大自然的颜色 霍克尼一反传统绘画中的透视法 在颜色的运用上更加大胆张狂 热烈的橙色 荧光的绿色 还有她一贯的泳池蓝色 这种异化的处理 让早已淡出当代艺术舞台 聚光灯下的风景画题材 绽放出了如宝石般的璀璨之光 你站在她的巨大风景画面前 简直要出现于 类似眩晕阵般的观看感受 那些不受空间限制的田野 山头 道路 在极为抢眼的颜色处理过后 产生了像disco舞池一般的动感 当人们的双眼 敬染了霍克尼的浓烈色调以后 再回到真实的生活里 看看自己周遭的事物 竟然会觉得日常生活 是如此的乏味单调 十年前 73岁高龄的霍克尼 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iPad 此前她已经习惯了 在iPhone4上面画画 现在她在一个 稍微大力的地方画画 这位老人在艺术创作上 敢于创新 无限创意 用色和构图的大胆骚气 叫很多年轻人也不得不佩服 在最近的几年 各种各样的艺术展中 都包括了霍克尼的数码绘画 他们有时候是打印出来的 有时候则是通过屏幕 以数码动画的形式展示 让观众直白地看到 这位有60年画画经验的大师的创作全过程 从头到尾霍克尼的艺术 无论形式 无论题材 无论媒介 其实都在叙述着自己的艺术人生美学 她也不是一个在生活里毫无忧虑的人 她的同性恋身份 她对爱和亲密关系的不断渴望 她对于自己和世界的融洽与隔膜 其实都出现在了自己的思考范围内 但是霍克尼的艺术却永远呈现出一副 积极阳光 热情洋溢的样子 无论是贯穿着各种媒介中的蓝色泳池 还是大自然中奇异的色彩应用 或者是对于爱情与欲望的捕捉和描绘 霍克尼把自己真实生命中 得到的或者失去的美好 都以艺术表彰的状态流传了下来 并且她敞开胸怀 分享自己的乐观主义 让观众都能读到这位艺术家的生命能量 和浓烈的情感状态 这些定格的手段和饱满的情绪投入 就如同流芳百世的经典广告 提醒着我们去拷问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 如果你喜欢大卫霍克尼 或者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关注我的频道 或给我一个赞 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我认为拍摄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美容给一个艺术家 它是太限制的 海报 喜别跟拍摄 般常态 起来 不来